新北市议员宋明宗15号上午在五谷黄昏市场举办五谷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当天虽然下着雨但仍然不减乡亲的热情乡挺 现场除了有许多政商名流和多位里长外 还有上千位地方乡亲到场支持站台场面相当热闹 五谷前几任乡长也都到场力挺 并肯定宋明宗议员的努力让五谷多项建设能够顺利完成 不关于节清贵下励力再增加也好 都是他的镇静范围里面 所以这是很大的机会 所以我这贾菜的人来推荐 对我还是没问题 你们就要我地球和拜托 他可以说在台湾的服务 不但受泰山的肯定 我也受我们五谷了 可以说大家都一欧落 他这回来再来选择 我在这所在赛山的肯定 我们就要来选择 有情有意 服务人真的宋明宗好吗 这次宋明宗是陷入苦战 拜托大家不能奔票 你如果奔票你就会贏 拜托你约有票 如果要泰山五谷 拜托大家 靠一下电话 你这种电话 就是有宋明宗的机会 我是有一个选择来 宋明宗他没有什么 就像港湾做 欢喜做 宋明宗深耕泰山林口及五谷地区 为乡亲请命 全力争取各项大型建设经费 积极关注社会议题 为民众举办公益活动 赢得不少民众信赖 并以用心做事不作秀 来争取乡亲的支持 今天是 红台顶的这个楼当中 你们都没离开 这就是 让我最大的鼓励 让我未来 要为 我们五谷继续打招的 立正对不对 对 所以 我们五谷 泰山 哪里 这是我的故乡 市议员宋明宗表示 我站在这里 这个国乡 是北市已经35年来 选掉了 宋明宗 就没分 我是泰山人 我是五谷人 我是北市议员 我是北市议员 对不对 对 所以 我就没分 只要你有卡定的我 你们家的小事情 就是我的大事情 市议员宋明宗表示 是担任公职以来 感谢乡亲的支持与肯定 让他能有机会 为民众服务和打拼 随着今年选情激烈 现今陷入苦战 恳请乡亲继续给予支持 他会秉持用心服务 每一天的坚持 和乡亲一同携手 打造安定幸福的新家园 记者胡宇轩五谷采访报道